《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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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海蛇 空气变得凉爽起来 苗蝇又盛开了鲜花 秋天来了 海迪的花园迎来了 她第十二岁的生日 对于很多人来说 2020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逆行、坚持、希望、破圈 而对我来说 2020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18年的时候 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 半夜三年起来记下来了 我梦到要建一座画园图书馆 后来得知春天花乐园 好像有点机会 赶紧又热情满满 打满积雪冲过去 反反复复地找 找到了现在这块土地 我开始沉迷于设计自己的梦想 因为我相信这是所有原艺人 所向往的一个地方 工程被延期 千功也不作美 几版设计图推翻重新再来 早已预定好的植物 到现在已经还没有种下 为了这个图书馆 海地霸骂了我数十次 图书馆能呈现现在的样子 主要是因为我脸皮厚 可以屎皮赖年 六月份的时候 图书馆这磕磕绊绊的 还是终于竣工了 装修也出来了 很多花友给我寄来了 好多的图书 甚至远到于瑞典的 德国的 英国的 还有日本的花友 他们寄来了 很多很多的原版的书籍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之上 突然间觉得说 我好像一个人 所有的那种努力 或者是所有的付出 和所有遭受到的这种 困难和痛苦 仿佛一瞬间都得到了 很大的安慰 你瞬间就满血腹 得到了巨大的 这种自愈 或者说得到了 获得了巨大的灵气和力量 新年的终身敲响 春节年欢晚会刚刚一拉下帷幕 我们认为这个年就算够晚了 我和海地爸都是经历过 03年的非典过来的 我们知道疫情对于各行各业 造成的很大的不利的影响 我们两口子在那里哀声叹气 抓头饶耳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是忧虑 所以我其实是忧虑和担心的花 全部开在聊铺里面 我爸爸跟海地做了一个秋千 那就疯狂地高兴 荡秋千 玩流锁 各种众多 这是一个漫长的假期 对他们而言 每年的4月22号 无论历春是哪一天开始的 无论天气是否晴 我们的龙沙宝市都在这一天开始初开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个季节 约定来办一场花园的盛典 叫花园节 我们邀请很多的花园 在我们的花园里面来看花园 吃吃喝喝聊聊天 就是终于有一天可以 什么都不要想放下来 在花园里面安安静静地走 一会儿分享一下花园最美的一个瞬间 我有时候又会回忆起 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学校门口一个巨大的花坛 当时觉得巨大 无非就是十个平方米那么大 那里面总是有一颗黄色的玫瑰花 据说黄玫瑰代表友谊 我就把它头摸地摘了下来 拾进来前面 摘下来呢 送给一个男生 我忘掉了她的名字 对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忘掉了她的名字 但我脑子里面老是回忆起 那一朵黄色的玫瑰花 难道我是天生就喜欢花的吗 我只对那个花产生了记忆 我曾去到英国 那里的园艺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 我便想园艺应该从娃娃开始 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 我将为一些小学送上一个小花坛 或是一座小花园 让所有的娃娃心中都有那朵盛开的花 在两三年前我便有了这个念头 我把这个念头分享给我一个好朋友 她叫威威 她说你叫百校百园好了 我当时就说啊一百所学校一百座花园 我怎么可以做得到呢 她冷冷地看着我 你不是有两个女儿吗 哦对吧 我马上就点点头说是呀是呀 这种事情一代人不行 还有两代人还有三代人 侄子生生无穷亏也 当你有一个念头 你就可以持续地传承 把它设定为一个目标 然后持续地做下去 欢祝海拔 为你祝花 我和海拔今年七八月份特别的忙 基本上一个月要跑一万公里 这样一直的对四处奔波 就回忆起十二年以来 我们也是一直在跑 从人民南路跑到山盛乡 山盛乡到黄龙溪 黄龙溪到双流盆镇 盆镇到皮线 皮线到龙泉 一直在奔跑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路程 仿佛都没有成 好好地停下来 像现在这样坐下来 舒舒服服地叹息一声 其实我的愿望来说是很简单的 我就是想到一个地方 能够很稳定地发展呀 可以建一个很好的花园 不必担心它被拆掉 建一个好的员工食堂 我也在里面每天吃三顿 因为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跟着我们一直一直地努力 我们由几个人开始的一个小团队 水到现在一二百个人 特别是在春天忙碌的时候 大家从来不分彼此 就像一个大家庭在做晚餐一样的 我们切菜的切菜 炒菜的炒菜 洗菜的食菜 洗碗的洗碗 烧火的 如果烧火的那个人离开了 那另外所有的人都会去抵上那个烧火 其实年年七八月份我们都不敢关机 几乎每一年夏天都会被淹 今年是特别严峻 我所处在的这个花园的区域 是全面上水 然后整个躺在水里面 最深的地方淹了超过一米 四年多以前的时候 西昌天竺葵基地被淹了 我和牛妈想不开眼 半夜生惊得还抱头痛哭 然后我当时就说 现在还能哭 其实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 后来山盛乡 那海地的花园被关闭掉了 然后其实我也很伤心 再后来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今年基地和花园被淹成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是我变得坚强了 海地爸说 因为你嚎破喉咙也没用啊 如果哭有用的话 我们就在那里门口去 对你就哭好了 因为没有什么重要 只有一直不停地往前奔跑 就是时光在这种事业的过程中 追随着家庭的一并的成长 其实还是很失忆的一件事情 我的妈妈现在年龄已经逐步地大了 她帮我的时候才六十几岁 现在已经七十几了 牙齿已经全部掉光了 海地爸也觉得她做的菜越来越不好吃了 有时候咸蛋都已经 对都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有份的老头 基本上每一年春天的时候 我都会约上摄影师来 请他们在花园里面给我拍一组又一组的照片 对呀 他们抱着很多的花 然后那些花就变得很好卖呀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 哇 我们一家人很厉害 我也常常觉得我们的花园的冬天 或者是现在被水淹过之后 也不太好看了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爱她 你就会在冬季的时候去支持她 去富途 松土 修剪 甚至你可以感觉到她生命的脉动 还有她的雅典的蓬勃的 喷发的力量 你都感觉得到 那喜欢呢 就是在春天美美搭的来 像潮水一样涌来拍个照 然后就回家 收获一对美好的照片 那爱的话 其实就是无论她是怎么样子的 无论她是历经春夏秋冬的各个阶段 你都欣赏 并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住海地的花园 十二周岁生日快乐 对我来说喜欢海妈 是因为她的那份理念 那份要让花园遍地的坚持 今年的花园主书馆 还有刚刚开始的百孝百园 都让我觉得真的没有粉错人 最后再次住海地的花园生日快乐 住海妈笑口敞开 我是爱住花的小多 首先先住海地花园 十二周年生日快乐 希望海妈在以后的日子里 带领我们走 走入更大的园艺世界 住海地的花园 十二周年生日快乐 那么在这里住院海妈 推广家庭园艺发展的梦想 和早日世界 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出世的每一个阳台上面 都能开满鲜花 而且这些鲜花 都是来自海地的花园 恭喜海地的花园 已经走过了十二周年 已经小学毕业了 海妈加油 你离一个百年老店 还有八十八年 海地帮其实在这么多年 给我的支持是最大的 因为喜欢花 喜欢植物是我的事情 是我个人的事情 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不是她的梦想 鲁鲁说 她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吃 她自己说 她最大的理想就是睡大觉 没有多余的理想 这么多年 她把我的理想 当成是自己的理想在工作 所以她要摩擦我一下 或者说是要灵魂拷问我的时候 我就舔着脸 对 一并接受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 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她无条件地支持你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 更深层的爱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